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回答我 如果你现在感到你有需要的时候 这个告诉你什么 这个告诉你 如果你饿了 你现在感觉到饿 需要吃吗 就吃嘛 对不对 饿了就吃了 对不对 这个太直接了 我有什么需要 我就去拿 我需要钱我就去拿 对不对 对吗 我说我们很多人挣扎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OK 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 神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都有欲望的 desire 对不对 欲望 没有一个人 正常的人是没有欲望的 这个欲望在适当的时候 情况 有时候也神定的时间 它会很自然的产生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问 我们人有什么欲 最简单的 食欲 饿了就吃 睡欲 睡 累了就睡 信欲 有些人有求知欲 探索的心 什么都想知道 对不对 古里古怪的东西都想知道 求知识 对不对 想知道 好像现在我讲到 如果你没有求知欲的话 你根本不想多认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上帝也用这个求知欲在人家 人有玩乐欲 对不对 你想玩 如果你一直服侍 一直做工 你会看到 到一个地步 整个人哭干了 然后很不开心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们姐妹们每次说 我需要学买 要买 到底买 对不对 但是 的确人要玩 对不对 想要旅游 你看 欲 有没有 人有 你生病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要健康 有健康的欲望 有生存欲 人有生存欲 特别是 当 如果你知道你有绝症的时候 你有绝症了 你心里面的一个向往 一个欲望就出来 我想活 我想活 好像西西家王 他知道 要死了 对不对 我想活 我想活 对不对 所以上帝再给他十五年 但是那个十五年好还是不好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欲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刚才说什么 上帝知道我们人 正常的人 有欲望 所以在这个欲望 在正确的时候 产生需要 然后上帝满足这个需要 祂是要满足这个需要 使我们的心能够荣耀祂 阿们不阿们 所以很简单的 你们不用了解的太难 祂为什么给我这个需要 为什么祂给我这个欲 然后会产生这个需要 因为祂要满足 祂要满足 所以你饿的时候 你吃了好吃的东西 你赞美上帝 对不对 很自然的东西 你累的时候睡 夫妇之间想要亲密的时候 就性爱的 这些是很正常的欲望来的 上帝愿意许可也鼓励 对不对 这么做 你有病的时候想要看医生 这个是很直接的 有些东西 你们不要想得太复杂 我在中国有一个姐妹 她身体有病之后 她很可怜 她丈夫离开她 跟她离婚 她家婆 说就离婚 然后孩子我们要 有六岁的孩子 多么可怜 然后不要让妈妈看 这妈妈多惨啊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就来到教会信了主 因为这个痛苦 对不对 就在教会里面 一直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我认为不正常的 我认为你周夜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但是 人的身上有一个正常的欲望 需要 你不懂得在这个地方 聆听主的声音 来追求让自己得到满足 你在 你的心灵跟你的生理 慢慢不平衡起来 各位了解吗 你受死坦 这些东西都会来的 所以 我跟这个姐妹说 你不要只有读经祷告 我叫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 你陪她 这个丈夫给她看孩子 去托儿所 找孩子 天天去 花时间 一个小时 跟孩子在一起 买东西 买玩具给她 跟她一起吃 跟孩子沟通 我就这样说 这样说 你要这样做 我说你不能天天在家 二十小时读经祷告 不能 所以你们会了解吗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这个欲望的 有时候是很直接的 上帝给我们 不能认识了真理之后 有属灵人 属灵人没有需要 所以我还有需要 我不属灵 No 圣经几时这样讲 对不对 我就说了 牧师自己也有需要 你们也有的 这是重要的一点 上帝这样满足你的时候 你也这样追求 得到满足的感谢主 对不对 人有很多的语 成就语 你不能说 我做什么东西 不要有成就 沙沙呱呱 所以人有成就感 但是人的过多的成就感 什么都要成就感 成就感变成一种骄傲 自尊心 对不对 所以绝对记得 我们有一个正常的欲望 上帝要满足我们 也许可我们求满足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特别要说 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在这个欲望的东西上 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我饿了就吃 我就需要结婚 我就找配偶 我亲爱的弟兄们记得这句话 因为我们的罪性 有时罪性在某一些 透过我们的软弱 给我们不对的意念 叫我们进到不对的环境 挑动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惧怕 很奇妙的 你的欲望就会过分 你的需要 你欲望受到罪性影响的时候 你的需要就过分 过分的结果 报应报失 有些人的性欲太强 就叫配偶很辛苦 有些人总是要成就 这个方面 你过分 对不对 过分 过分的这种需要本身 你不得释放 你也叫旁边的人很辛苦 因为你会把你的需要 建造在旁边的人的痛苦上 所以在这点上 圣经一定说 你们要懂得顺着圣灵心 在圣灵的引导 满足他的时间 这个之下 你要得满足 所以 需要结婚的人 你可以为这个祷告 你需要生孩子的人 你有生育的欲望 你可以为这个祷告 这是很重要的 当地愿意成为你的满足 使你的心灵 在这个方面 能够荣耀神 所以 现在实际来讲 先跟各位说 你的欲望本身 不是邪恶的